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每周360 又是我阿隆来为大家播报 上个星期车坛上发生的大小事啦 有什么新闻 我们现在马上看下去 来第一则新闻 Prodot Ativa Hybrid 要来了 那根据我们之前呢 在Prodot Send给 Ativa准车主的 SMS 里面看到 他们正在进行一项问卷调查 那这个问卷调查呢 就是问车主们对Ativa Hybrid 的兴趣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tiva Hybrid 它很可能不会以正常的方式贩售 反而是以租赁的方式 让车主们短暂的拥有它 这是因为呢 他们要测试本地消费者 对于混合动力车款的兴趣 如果消费者的反应不错的话 后续他们很可能 带入更多的混合动力车款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问卷调查里面呢 Prodot就有提到 车主们只要每个月以最低 500令吉起 就能拥有一辆Ativa 不过是Hybrid啦 Ativa Hybrid 那在Prodot的问卷调查里面 我们就有看到了 他们就询问消费者 如果每个月以最少500令吉起的 租赁费用是否是可以接受的 那在这个租赁计划里面呢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原厂很可能会包括了 保险保养等费用 只是它会限制你每年 只可以行驶3万公里而已 那这个租赁配套呢 原厂给出的时长是3到5年时间之间 那不知道每个月以500令吉 来享有这个 Ativa Hybrid的价格 各位是可以接受吗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讨论分享哦 那来到第二周新闻呢 我们还是看到Prodot的新闻 也就是新的Prodot Elza 根据原厂的消息呢 目前这款车预定量已经达到4万辆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今年呢 Prodot的目标是卖出24万辆的新车 也就是说Prodot Elza 已经占据他们总销量的六分之一 是不是很厉害嘞 那为了应付庞大的需求量 原厂已经将工厂的产能 从原本每个月的3000辆 提升至3500辆 相信呢 准车主们很快就可以拿到车啦 那如果大家对新的Elza有兴趣的话 Ivan 在上个星期也就试驾了新的Elza了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看看哦 在进入下一则新闻之前 我们再和大家补充一点小知识 根据Prodot的统计 在2022年的上半年 他们成功售出了超过 145,000两个新车 也就是对比起去年同期 有着48.7%的增长 那以这个成绩呢 只要下半年Prodot的供货能够稳定 那相信今年原厂要再次突破记录不是问题啦 第三则新闻 Mitsubishi Triton Phantom Plus Edition 特别版车型正式发布 售价从139,700令吉起跳 那这个特别版车型呢 在售价上它属于赤顶配的车型 不过呢 虽然是赤顶配车型 但是呢 原厂为它加入了很多的越野套件 看起来就很帅 你们觉得怎样 那在外观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车的前后保险缸 都带有红色的四板点缀 看起来是不是很Sporty咧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顶 是有一个LED的探照灯 给你在越野的时候 不会因为看不清前面的路况而发生意外 而且这次原厂直接给了你AT轮胎 让你可以应付轻度的越野路况哦 是不是很best咧 进到来内饰 这次特别版车型 一定是要给你特别的feel了嘛 我们可以看到的座椅呢 是Phantom Plus专属的皮革座椅 它有一个很美的菱形格纹 你们看好不好看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脚踏跟CarMet 都是特别为Phantom车型而定制的哦 那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就要快了 因为全马只限定1000辆哦 手快有手慢无啦 第四则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 Mazda在日本市场更新了 Mazda3以及CX30的全新动力配置 那这个新的动力配置呢 是由2.0公升的eSky Active G组成的 也就是说 Mazda在原本的2.0公升 Sky Active G引擎上面 加入了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以达到更好的油耗表现啦 具体有什么呢 我们看下去 和之前的eSky Active X引擎一样呢 这个新的引擎配置 都是为了帮助车子达到更好的油耗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官网公布的数据啦 全新的eSky Active G呢 它的油耗表现 比起之前进步了0.6km per liter哦 虽然没有很多 但是 既少成多嘛 只要时间一长 我们就能看出它的比较了啦 那跟之前的eSky Active X引擎一样呢 这个引擎都是通过ISG电机 在车子起步的时候 提供额外的加速 它能让你的 油耗表现变得更好一点 同时原厂会表示 如果你的车子是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话 那有了eSky Active G的帮助之后呢 你的引擎起步就会更顺 同时也可以减低一点噪音 增加你的乘坐舒适度啦 那说到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它最主要目的就是帮你省油嘛 那根据WLTC测试的结果 这个新的引擎 在Mazda 3上面 它能够带来0.6km per liter 更好的油耗表现 虽然没有很多 但是 也是积少成多嘛 是不是 当然不只是Mazda 3 它也是在CX30上面有的 就很像我们开头讲的啦 那根据之前的消息呢 原厂其实有打算在本地CKD 组装全新的CX30 不知道到时候原厂会不会将 这个混合动力引擎带入我国市场呢 你们觉得怎样 好啦 以上就是上个星期的车谈的重点新闻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换着坐着的方式来和大家呈现 这个星期的新闻啦 大家觉得怎么样 感觉有好一点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18月9号呢 泰国市场会发布全新一代的Vios 全新一代的Vios 有很多的特点 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至于有什么特点呢 明天我们会在我们网站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哦 记得留守我们的网站 好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